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的我们的工作呢 是把这一片之前拆除的建筑家族 要不得要给它清除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我建造新房子的位置 把这个都清走之后呢 用原来的地基便于后期的开槽 为了防止阳尘呢 通过昨天一天的用水浸泡 这些呢已经基本上已经很湿润了 在工作的时候呢 不至于起很大的灰尘 吃完早饭呢 我们就开始干 今天正好家里没有菜了 我们也没有时间出去买 正好院子里的香醇呢 已经长大了 我们给它搬下来 再当早餐 好了 我看一下我请的铲车到了没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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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cuss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经过四个小时的紧张工作 我们的清理工作顺利完成 好在有一个产车小哥的大力协助 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如果是在很多年前没有这些大型的工中机械 估计情况十个人要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工作 我深深的感叹 很多年前没有这些大型的工中机械 人们在遇到这样的类似工程 是经过什么样的艰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喜欢我的小伙伴给我点赞收藏转发 明天见